大家好,欢迎来到乐活人生频道 在开始之前,记得要按个subscribe和like我的频道 大家好,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今天开始了 首先,很感谢大家今天抽出时间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聚 也很感谢Bibiana和Annie用这个时间9点至10点 给我们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 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开始了 其实我很想问Grace 你过往这一两年,我看到你的成长很大 我知道你在思维方面,你都会学了很多东西 你可不可以分享下到今时今日你的改变 令你如何在这方面发展得这么大呢? 多谢Joanne和各位今天出席这个简介会 其实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改变 不如就跟我的背景说起吧 因为其实我早起这一两年的时候 不是这一两年才接触思维的 其实早在我十几年前 其实我自己教的背景 其实我是一个辅导碩士 还有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催眠的催眠师 所以其实早在好几十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在理论上很了解到 当一个人需要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做法应该是要怎样的 很多时候以前就普遍是向于理论上 但是当实践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一样东西 就是好像究竟有什么的方法 有什么的技巧 令我能够将我想要的东西 呈现在我眼前 就像现在这个 你看到这个女士图的图 于是我就去这一两年 我开始去沉沉迷迷一些的技巧 当中也有报复过一些要付款 去报复一些思维的课程 发现普遍了 就是很多时候一些旧的 一些以往普遍的一些思维训练 他着重的是你的结果 他着重是后面 但是中间究竟怎么做 整个过程是怎样做的技巧 怎样带到你去后面 其实是缺乏了的 但是我很幸运 我很开心 我和Joanne一起 就发现了这个五步检查的补习 它就是能够看到我一直 我学习的辅导理论 催眠的理论 而令到一个人 怎样一直是向前走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 我和Joanne 为什么会选择了 在这一件事 去教导大家 还有一个形容在我生命上 那么 你呢? 好多谢Grace的分享 因为我都看着她 一步一步成长得很快 你问起我 其实我对思维这方面 一开始不太认识 慢慢就觉得 我读读思维 其实可能对我来说的事业 会有帮助 但是读了之后 发觉原来 是出乎我自己所料的 就是 无论我事业 家庭 人际关系 或者是 我自己和子女的关系 如何去教导她们 是一个大大的变法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 和我们的客户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的互相的信任 无论是在子女方面 作为我是一个妈妈 当小朋友大了之后 我如何去和他们沟通 令到他们 很多时候父母会觉得 小朋友大了就有反叛期 是因为我们不懂和他沟通 令到他去反叛 其实如果我们是 转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 可能这个小朋友 可能很熟悉 很开心地和你去沟通 就等于我们如何 和客户去沟通 当然如果我们 懂得和客户去沟通的时候 客户当他信任你的 你和他说什么 他都会购买 他都会很开心地 去请教你 去听你说 所以其实这五步骤 是很深层地 慢慢去改善你的思维之余 是你如何去 改不同的角度去面对 每一个在你身边的人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个概念 是的 是的 没错 没错 那好了 那我们不如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一下今天 好吗 好了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图 刚才听完 Joanne所说的时候 我们明白到五步骗法 其实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用到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条问题 想问下大家 究竟你的风性人生 究竟着重在你的生命里面 哪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呢 这里有五样东西 五样东西 我们会抽損出来的 这五样东西 因为普遍都是人做追求的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个互动店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那里 去告诉我 如果这五样东西 我要你选择其中一样东西 是你认为 现在我当刻 我最想最想要得到的 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留言区 把号码打出来 因为如果勇了参加 我们之后 是会有个抽奖活动的 好 那看看大家 你选择是什么 我看到有些人选择1 4 其他呢 都是4 好了 好 那我们看到很多都会选择是金钱 以及是健康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当你有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就像这个图 其实呢 我们一个人 追求一些目标呢 其实就是这样 有个星星的 那有个星星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也可以在留言区那里 去回答一下我 如果 你有个个星星 就是刚才你所提到 我想要一有钱 我想要卸有健康的 请问你会如何达到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一颗星星 大家拥有点 因为呢 抽奖 大家有个很好的 你打英文都没所谓的 中英都可以的 写下的话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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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用一张纸 写下好像购物车 是吧 当你写下了之后 我真的想要达到 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遇到阻碍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那里告诉我 遇到困了 遇到一些固有模式有出现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我看到有些人就写 他会写下之前 譬如说他阻碍了他的东西的时候 他会写下 然后呢 他就会烧了他 就算了 没错 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会一样的 就是这样做 就是把我自己 我想要有 这里 我想要有月入勞位数字 但是 他所应用到的东西 他所想所感同 所采取的行动 就不对了 什么叫不对呢 例如他很想达到这一颗星星 这一样的目标的时候 他就学外面一些教他的方法 就是写下 然后呢 一些阻碍到他达到这颗星星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用一张纸写下 然后烧了他 将改变他想要的东西 不断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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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不是一样的方法 你会不断地在这里质疑 客人究竟在哪里 我想要快些 快些 快些有更多的人 我想要快些 可以达到某一个数字 当你这么急促 当你这么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 很多宇宙 其实是知道你是在质疑的 而且你会说 我每一天都已经把我想要的人生 写出来 我每一天都有读的 好像做功课那样 但是为什么还是做不到呢 因为你缺乏了你的感受 究竟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到下面红色的一个小小的云 就是一直出现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拉回来转头 令到你永远都是停留在停留下面 你是不去到上面 究竟可以怎么做呢 正确的做法 我们就会是用五步的显化 五步的显化是会告诉你 我们怎么样是逐个阶段上升 上升一段攀升到你的星星那里 例如你需要做的是 每一天你都要很平静 很喜悦 每一天都要感受到 其实是构成了这个星星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 小小的事情发生的 你是要好好去感恩 每一天都会有 这个蓝色的小小的云出现 这些小事 你一间做会会教你一个活动 究竟真正是五步显化是怎么样 例如你会想象到 用你的想象空间 每一天都会有想象力 不只是小朋友 你透过你的想象的时候 你会说 我收到一个电邮通知 说我有多少钱 又或者 我已经是一个月入六位数字的人 究竟你会怎么安排用那些钱呢 这些都是令到你不断提升 提升你的频道 你的维度 去到你的目标 当你每一天 小小小小 去赞美自己 去感受的时候 其实你最终 就去到星星的位置了 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我们 当我们每一天 去娱乐我们自己的思维 去用一些好的正面的东西 娱乐我们的思维的时候 我们眼前的世界 就会去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五步显化当中 不断去每一天都会用一两分钟去做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 好了 那就去到这里了 大家看到这里有很多钱 我们刚才说 其实五步显化 在我们的人生 每一个情况都可以用到 例如你可能是对你的子女 对你的伴侣 对你的金钱 都很重要的 金钱 金钱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来说 金钱 大家都很认同 金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是一个最容易大家衡量到的东西 我相信 现在也很多 都是在从事一个销售 我们是USANA的使用者 或者是USANA的经营者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 是透过最 因为我们已经选了USANA 这个USANA 也是一个可以帮到你去 一个途径 去获得丰富的收入 那我想问你 如果我现在问你一句 我跟你说一句 其实如果你要有一个 很多很高的销售 其实销售很容易 就好像你煮一餐饭 这么容易 如果我这样说一句 第一 在你脑中出现那句 你是肯定我说的 一定是否定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说 其实提高你的销售率 销售额 就等于你煮一餐饭 这么容易 你会怎么认为我这句话 你认同吗? 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听说一 你是很认同 还是二 不 不是 一定是二 是的 我看到很多都是一 非常好 有没有其他答案 一都是一 大家可以 不要害羞 可以在留言区 在帐戈里 打一 二 都可以的 没错 可能现在我很高兴 看到很多人都得到一 因为我知道 这里所见到的那些人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 读一些思维 但是如果你可能会觉得 不是吧? 为什么会提升销售额 就像煮一餐饭 那么容易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提高销售额 只是有一个工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 但是是不是人人都知道呢? 今天我们就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告诉你 我们究竟用五步险化的时候 我们也因为用了五步险化 在我们的销售那里 帮助了一些客人 去提高销售额 于是我们归结了出来的定律 这个原理 然后开创了一个课程 我告诉你 原来真的好像煮食那么简单 因为你有一个方程式 你知道究竟是要落油还是落油 因为只有两个东西 你就是要提高你的思想维度 以及拓展你的能量发放网络 就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件事很简单 提高你的心理质素 我要你知道我们用五步险化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对着金钱 你怎么看法 对于销售的过程 对于面谈的时候 邀约的时候 原来是有很多东西要准备的 不是就是呢? 不是就是说 可能大家都会有信修过 可能Eric Rory 那些 就是有一句句子打出来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是的 你要发放这个讯息之前 你要准备好你的心理质素 你要有一些想象 一些情况出现 究竟怎么做呢? 就是用五步险化 当你的思想维度提高了之后 我们要增加你能量发放的质量 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 我们其实呢 是将我们 比如去出一些帖文 等等 我们是将我们的能量发放出去 那你发放出去的时候 当然要质量 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是会告诉你 究竟当然 最基本的 怎么开群组 怎么开IG IG里面出reel 怎么可以短短在 10分钟之内 有6000个人去看你的reel 然后 接着之后 究竟是在帖文里面 在群组里面 究竟怎么发放一些帖文 这些是最基本的实作操作的 当你运用到实作操作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是这个 因为我们很重要 我们是一个销售 你销售的时候 你是需要带领你的团队 当你带领团队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可复制性 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 是会有很多的表格 是给你有效能和有监察性的 你要知道 要追踪的 还有我们会告诉你 当然这些是实践的 就是究竟我和别人邀约的时候 文字上面要发放是什么 这些都会在我们一一涉及到的 这就是我们的过程里面的主要内容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交给Joanne 因为我刚才不断提到 大家如果心水清的话 你会看到整个活动里面 最重要就是这个 五步险化活动 现在我们交给Joanne 她告诉我们 究竟这个五步险化的时候 是怎样可以用出来的呢 麻烦Joanne 好 麻烦Grace的分享 是否很精彩呢 亦都期待我们怎么玩这个游戏 我们事不宜迟 下一步 下一个 那么其实这个五步的步骤 大家要好好地了解 首先我们想要的什么结果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什么结果 那么我们今天就做一个结果 就是我刚刚收到1000元美金 那么另外呢 你要想象一下 这个结果是哪里来的呢 可能我叮一声的讯息 我就收到个讯息 就说有1000元进到我户口了 或者是有个客户想购买我的产品 给了1000元的check我 这个画面呢 你自己可以去思考 究竟你在想着一个什么的画面 去想象它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要强化了这个画面 加上你的感觉 你的感受 和你的喜悦 那么好了 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了 好吗 大家首先 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你可以坐在这儿 或者躲在这儿 那么我们是 收呼吸 去放松 而我会播一些音乐 大家可以合上眼睛 去感受一下 叮一声 咦 我的电话有信息 你去看 我告诉你 你现在银行 已经收到1000元美金 你跟你自己说 哇 这笔财富 真是这么容易就能拥有到 好了 我在这儿想象 下一秒 我已经拥有这笔财富 你很开心 很兴奋 你急不及待 去找你的朋友 去跟他说 原来 你的钱是这么容易的 我这么容易得到的 你的朋友跟你说 你真的很厉害 你真的很厉害 你是感受到 他顿你 这份喜悦 你也感受到 你也感受到 你数着 这1000元美金 逐张 逐一张去数 你数的时候 你的嘴是微笑的 很爱 你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你这么容易 你就可以拥有这一笔财富 这一笔财富 这一笔财富 属于你的 好 大家回来了 大家觉得如何 好了 来到第四步 我们刚才做完这个 险化 然后强化它之后 第四步 因为这一笔财富 我已经拥有 我不需要 所以 你可以放松 交托给宇宙 你已经跟宇宙说 交托给宇宙 你不需要问 什么时候到 因为你已经拥有 这一笔财富 你就可以 做完之后 你可以写 感恩语句 或者你做完之后 你是可以去做 你应该当日做的事情 也不需要想着 因为宇宙会安排 每一样东西 第五步 你就是 每天做这个活动 做三次 其实每一次 都是大概 一至两分钟 像我刚才那样 因为我们是 重质不重量 还有就是 我们是 重点 是要感受 整个过程 你带着这个喜悦 去 见你的客户 带着这个喜悦 去过你每一天 你会带来更加更加正能量的拥有 好了 我们去下一页了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 是有不同的群组 大家如果是 用开Facebook 可以搜索我们的Facebook的QR Code 即是面书 我们有个QR Code 如果你是微信的话 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群 因为其实这两个群组 我们是发挥我们的正能量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吸收正能量 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因为当你事情不好来到的时候 你用不同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是一件好事 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可疚 所以这个群组是可以帮助大家 去增加大家的正能量 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群组 还有很多的Facebook群 我去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参加我们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思维群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 小小的作业给你去做 因为我们会带领你 令到你可以每一天都做到 你应该要做的action 刚才Grace又说到 行动量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这个行动量的话 其实你学什么都做不到 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行动量一定很重要 无论在销售方面 和学习方面都要去做 之后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互动 例如我们里面的会员和我们去互动 例如我会问大家你今天做了些什么 或者我教你如何去在Facebook post post 每个post我都会录在视频上面 和大家去说 这个post有些什么 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 关于Facebook的 社交媒体的 网络的 如何做 这一步不懂的 我都会录下来和大家去分享 很简单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会员 他们已经很轻松地做完 今个星期的功课 轻松地收到额外的2000元加币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跟进大家的进度去做 之后就是刚才有提到我们的一个个录像视像 教大家 譬如我在Zoom可以如何连接我的Google日历 我会去录一个视频教大家 任何问题 在群组发问 我们都会一一去回答 这个就是我们帮大家去互相沟通 和互相去支持 发出正能量 好了 这个就可以分享完了 我们就有两位朋友在这里 就和大家去分享 在这个课程里面 是可以如何帮到他 首先我是邀请Annie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两分钟 关于你在这个课程里学到什么 以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 好啊 大家好 我呢 我呢 就参加了个归时的课堂 这个课堂呢 就两堂 因为我本身呢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是对于吸引力 法则那些 我是非常之认同的 因为我十几年前 已经看了秘密那本书 而且呢 吸引力的法则 那个法则呢 在我身上呢 是真真实实 我自己是体验到的 所以呢 对于我来说呢 我自己一路都是有去想 就是自学 自学这些这样的 关于吸引力 那个光明宇宙那些 其实我是认同的 我是 好像我自己去学万能今时都好 我已经学到第十三课 我是绝对认同 万能今时里面讲的东西 因为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所有的首富都看过这本书 我就想明白 为什么这十课 它们可以变成首富呢 那我就真的好 用真心地去了解为什么 那其实我学完之后 我觉得我是认同 我也都明白 那我当时其实 他们开课的时候 我就想我都明白了 我到底灾不灾 我自己都 其实我都是很迟才灾进来的 那但是我发觉就是说 你看了万能今时 你明白得好 但是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 总会有高高低低的 那有人带着你 一个群组的时候 正能量去走 你就会走得很开心 你走得很舒服 因为总要有正能量的人一起 一群人去走才行 那我就觉得上了Grace这个课程 我看万能今时 当然没有图像给我看 他只是 我在YouTube听的课程 只是听就是说 但是Grace的课程 他们就很形象地 那将万能今时说的课程 是很有图像化的 让我体验到 所以我就觉得 还有他真的可以 大家陪着一起 这样走 带着这样走 令我对万能今时的过程 可能会再下去的时候 我会更加容易明白 多谢大家 多谢Anne的分享 我亦有请Queenie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多谢Joanne 以及多谢Grace 其实我刚才分享的 我也很有同感 因为我是认同在这方面 我们的思维那方面 可以帮到我们 如何发展我们的事业 但是如何去做 或者如何形象化 我觉得我自己是需要 由一个导致去带 我觉得在这个课程之中 就做到这一件事 因为有时自己 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时候 很寂寞的 而且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有班子和道合的 一起的能量 我觉得大很多 而且是简单 不是我们一般想到这么复杂的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课程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简单化 不是说要用很多时间去读 去做很多的习作 那跟不上又怎样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这一件事 就是各式其式 我另外一个很多谢 Joanne和Grace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在高科技方面 那个私媒体的 就是社交媒体那里 我是比较弱的 有点脱节 我变成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课程帮到我 尤其是我最喜欢 就是录下一些课程 无论你学习很快很聪明 一看你就会认识 又或者是比较慢一点的 那你可以重复 就是我们可以重复去看 这方面我觉得 Joanne做得很好 其他就是 如果多些人想读 你们各个各位都有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 学得更加广一点 因为你的问题 可能又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又是你的问题 这方面我觉得 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自己觉得 至今虽然是两堂 我也有很大的收益 再多谢你们 好 谢谢Queenie和Annie的分享 所以刚才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氛围 因为大家 其实我们 等一下 Joanne会和大家说 就是 其实 刚才也说了很多次 其实不是 这个五部显法 不是只放在销售的 是还可以放在其他的 只不过 我们今天 因为这个 我们想重点 放在这个 应对着今天的观众 那我们先说 我们那个销售的苦情 那大家刚才说了 就是一个群组里面 那个的正能量 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 如果现在 是有的手提电话 在你的旁边的话 你都不妨 我停留在这一页 是几分钟 一分钟左右 那大家 你可以 微信的 就是右边 微信的就是右边 你搜索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 我们都会有一些 有时拍了一些 我和Joanne拍一些直播 我们都会放上YouTube 然后就会放上WeChat 给大家看 而隔壁那个 就是我们Facebook的 一个公开群组 里面也有很多 我和Joanne一起 每个星期都会说 一些关于心灵上面 或者是如何对于家庭 如何对于 自己的人生上面 都有很多的直播 和一些分享 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的手提电话 你就可以搜索 左边和右边那个 都是欢迎大家的 我们现在停留大约30秒左右 大家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拿在你的手提电话里加入 加入 有时间 对了 对了 右边那个是微信WeChat 左边那个是面书Facebook 那就对了 如果坐坐的位 都是一些被 譬如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都很想 大家都很知道 这个 社交媒体 就是一个的 资讯平台 现在很多时候 都会 运用在上面 做销售 但其实你都很想 在里面 做一些事情 提升你的销售额 但是可能你就会觉得自己 我不懂怎么做 究竟怎么放一些文章 放一些图片 上去 然后叫人家购物 这些其实都会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一定会有教的实作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 不会觉得是 孤身作战的 如果你参加我们的课程 Joanne 大家应该都已经搜索了 是不是? 如果未搜索 也不要紧 你只需要拍一张照片 现在拍一张照片 你往后搜索 也无所谓 好吗? 好了 Joanne 可不可以最后 由你们再说一下 其实我们未来的动向是如何 以及如果大家 对这个课程 有想再一步了解 应该怎么做呢? 是的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个课程 或者我已经是想参加了 那这个就是报名表格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QR Code 大家可以拍张照片 可能现在还未准备 或者我已经准备了 立刻搜索 立刻进去报名 如果你拍了照片 你可以之后再去搜索 都没问题的 那大家事不宜遲 大家记住 现在亦都停留三十秒 让大家去拍张照片 或者马上搜索了这个QR Code 去添乎这份方 其实里面 我们会包含每个星期 都会上一堂 一个小时 就会去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我们里面 也会教大家 五步险化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但是原来你慢慢可以深入了解 这五步骤可以加上你的味觉 你的感觉 或者你的想法 如何去想 或者我已经得到这笔财富了 我如何去用呢 我用来买什么呢 如何去做呢 这个五个步骤 可以一步一步 深入地去改善你的思维 所以其实是一步一步去学 另外呢 我们的Facebook是每天去更新 每天去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当天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我们绝对是写下 然后再去回答你 好似Greed Arm 刚才Queenie有说到 我们会录制的视频 如果你是学东西 我很慢的 不要紧 我录制了一个视频 你可以看十次 二十次 看到你明白为止 但是 如果你说 哎呀 我看极都不明白 你再问我 我会再教你 如果 你很熟悉的 你看一次明白的 当然 非常好 但是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都会一步步去教 教识你如何去做 对 大家应该搜索完 拍完照 那我们的去向做什么呢 其实呢 销售是我们的主要 但是 我刚才也说到 其实 五步 遜法呢 其实是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 子女关系 或者夫妻关系 财富 事业 都有关联的 所以 其实根据我 认识的朋友 也提到 有没有 因为我作为妈妈 他们说 子女和妈妈的沟通 或者子女和父母的沟通 有没有得去学习的 当然 有 通过一班的朋友 邀请 我们遲些可能都会有些不同的 課程啊 或者是工作方啊 去教大家在 人际关系方面 家庭关系方面 怎样可以更加 显化出来 亦都是 不只是 金钱方面 今天就是教大家 这一件事了 好了 应该拍完了 今天的会议 就 讲到这里 但刚才有讲到 每个人进来 都有机会 是去抽奖的 我事不宜迟 让我去share 这个screen 给大家 在你临走之前 记住 把这个有意义的内容 share 给你的朋友 subscribe a channel like a channel 和按下小铃铛 最新的影片 上载的时候 你就是第一个时间知道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